我猜不到同學問的問題都很有深度 主要問我的心得 比賽的時候怎樣經歷成敗得失 我覺得他們的問題都會令我自己有反思 你參加一個這麼多比賽 你覺得單人比賽容易一些 還是雙人比賽會容易一些 雙人比賽除了自己之外 你都要跟隊友配合 你的練習所有事情都要跟隊友一起去合 單人比賽的話其實有很多事情我都自己控制到 怎樣準備比賽、訓練的時候的飲食 所有事情都可以在自己掌握之中 拿過這麼多獎牌 你覺得哪一個是還有心得還有故事的呢 最近我在亞洲比賽的時候 然後拿到那塊亞洲金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做了全職的運動員大概有七年 這個是我第一次單人比賽的金牌 所以對於我來說是特別代表性的 你在比賽前每天會怎樣準備 好像平時訓練一樣 我們平時怎樣訓練呢 就是一個星期有六天我們都要訓練 每天我們都大概訓練六個小時 你有沒有想過放棄 我的目標很明確 就是代表香港可以出戰很多大型的運動會 有亞運會、奧運會 全職之後我都參加過奧運會和亞運會 接下來的目標都是在夏年的亞運會 做得到很好的成績 所以我都從來沒有想過放棄 你輸了的時候 收成怎樣 輸了的時候 我們都會做一些總結 反思 看看那場比賽 或者我們的訓練過程 有些什麼錯過了 做得不好 我們就會在下一個比賽做得更好 為什麼會真的有這個運動 一個一分耕運 一分收穫的運動 每一掌 每一天練習 都是積累 在比賽上 當然要用正面的態度去處理 有很多壞的事情我們是預計不到的 但是我們怎樣可以積極去面對 突如其內的事情 因為尤其是我們賽艇 是一個戶外的運動 天氣的影響你是控制不到 很積極去想一下 怎樣去解決問題 你有一個輸的心態 你永遠都贏不到其他